老师不客气的说 家的价值向来就不是无限上纲 家的价值向来就不是无限上纲 我必须要再这样说 那么因此呢 以单一的价值一直在要求说 所有的人都是要进入到这个家 而且这个家还是要由你来定义的 那这个其实是 我真的觉得有点强迫症 那么于是呢 一些为言耸听的事情呢 我就真的希望能够 能够拜托真的不要这样做 这个真的是有一点猎物了 比如说那你如果 有了同志婚姻异性恋者 就会偏有同性恋 那你会吗 你不会你为什么担心呢 奇怪 那么于是呢 如果说一定要把家规范围 只是为了孕育下一代而存在 那请问不孕症的人 是不是也被你找到了 家里的功能非常非常的多 请各位不要认为都是为了 精子跟卵子的结合好吗 再来呢就是我很不欣赏的 就是放大特写某一些的 夸张的画面 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同志的游行 有一些这个露出 这个露出很多的身体部位的那种画面 当然其实我们台湾社会的好处就是说 你穿很多像我一样也OK 穿很少的人也OK 那你看得顺眼看不顺眼 只要在法律规范内 我们就怎么样呢 就大家容忍 那么但是呢就是说 这样放大特写是不公平的 请问一下那个异性恋者 露体的画面还会少吗 不是更多吗 那因此是不是异性恋的婚姻也要禁止了呢 对不对 这个逻辑是不通的 那么至于刚刚谈到这个情谊探索 我不知道这个情谊探索真的是目前的教科书的主流吗 这我找不到 但是如果说刚才举的一个例子就是 男童跟女童在厕所里面 在互相做情谊探索 那对不起 男童跟女童不是女童跟女童 也不是男童跟男童 那不就是异性恋吗 对不对 那不是异性恋吗 那异性恋 有了这个事件发生 是不是因此要把异性恋的婚姻 全面停止 所以这个要考虑一下 好不好 刚才我又听到一个很荒谬的消息 说你们那个同志经常换性伴侣 他不就是因为不想要经常换性伴侣 所以要结婚吗 那为什么不有成人之美呢 而且异性也有很多人经常换性伴侣 那因此有教异性恋者不准结婚吗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在讲这些事情以前 那个我们的逻辑思考 是不是可以再重新整理一下 那么最后我真的希望中世纪的猎物行动 到现在我们回顾起来是人类一个非常惨烈的历史 很多人其实不是女巫 而且即便是女巫 为什么要进入到火行的台架上 那今天我在台湾 幻间这阵子LINE都灌爆了 我们要小心台湾不能再成为一个猎物的社会 谢谢